今天的都市现场五间版您将看到 企业着急办微化品运输许可 酒是好办多酒能审批 干问我为群众办时事特别报道 政务服务新观察 办事记者来到九江 稍后带来体验报道 安置小区低洼地带雨后积水频发 居民多次反应未见改观 群众吉南筹判被指酒托不绝 系列报道 直面问题周四峰 敢坐善为抓落时播出后 新于雨水区相关部门立即行动 商讨解决方案 男孩不慎掉入海里 热心人奋不顾身跳海救人 我国首例搁浅短支领航 曾经或成功救治 在海南三亚放生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跟着文物看古今特别节目 今天来看扬州八怪之一 闽真化的八子西系图 行道树太茂盛 遮挡住了路灯 您的烦心事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千百 各位中午好 欢迎收看江西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为您准时直播的 都市现场五千百 今天是2024年5月28号的星期二 我是主播胡帅 欢迎收看江西省新闻名专栏 干问我为群众办事事 向咱们栏目反应问题 除了拨打24小时的新闻热线 07918831600 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干问抖音号 来反映您的问题 从能办事到好办事 江西始终把服务发展 作为第一要务 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让政务服务走心又走心 持续提升企业群众的满意度 江西广播电视台 容媒体的问证平台干问 联合江西省政务服务办 推出干问政务服务新观察系列 容媒体直播 聚焦各地优化政务服务和数字赋能 先进经验做法 统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 敢作善为抓落实 为企业群众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 之前有一位九江的观众 柯先生跟咱们反映说 他在当地开了一家物流公司 这家物流公司好像卡在了一个 微化品道路运输许可证的办理上 因此无法正常经营 今天一大早 我的同事文俊和九江市行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 一起来到了柯先生的物流公司 做现场的勘验 那一块来看一看柯先生 今天能不能拿到他心心念念的 微化品道路运输许可证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前方的观察员 文俊你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全网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文俊 那么今天早上啊 我们是来到了 坐在我身旁的这位柯先生的物流公司 叫九江中天物流行公司 那么柯先生呢 之前呢 一直都是在为要办这个危险化学品的道路运输许可证 而非常的苦恼 因为不办下这个证呢 他的整个物流公司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经营 那么坐在我身后的这一位呢 是我们九江市行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 今天一大早呢 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也专门到柯先生所在的物流公司 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勘验 那么我们接下来 首先来问一下 我们的张科长 今天我们能不能够领到这个证 此时此刻呢 我们正坐在 去往九江市行政审批局的路上 张科长 今天勘验的结果 能不能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也说一说 判查结果是现场各方面条件符合危险品企业的申请自制 然后我们经过前期资料审查和现场判查 同意给该企业颁发到了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 也就是说我们马上到了这个行政审批局中心就可以拿到这个证 对不对 那刚刚柯先生也是说非常着急 从您提交材料5月12号到现在 其实也就是过了16天 如果工作日的话也就12天的时间 今天可以拿到 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非常满意 因为意想不到 之前需要领取申请这样一个证件特别的复杂 时间也比较漫长 而我们这一次通过九江市新政审批局牵头 联合了九江市道路运输执法支队 九江市行政区执法大队几家部门 同时对我们这个现场勘验 没有想到这么快 勘查完的结果就是马上就可以拿到这个证 对不对 那可见我们九江市的行政审批高效快速便捷 那么其实我们除了有针对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许可证的这种审批 其实我们审批局还有其他的这个企业的经营许可证的审批 对 我们九江是最近进行行政权力集中改革 然后也推动了许多改革事项 例如一键是一次办 然后公改的全流程半件等改革项目 然后通过这些改革项目 我们例如工程报件项目50%这个材料都只要提供电子材料就行了 然后还有水电器的包装都是无申请材料包装 然后有许多就是有些对于企业和个人的全流程的办理事项进行了相关梳理 形成了一件事一次办 最终实现了由原来跑多个部门 跑多提供多个材料 然后多次跑动实现了进一窗进一门 跑一动一次的这么一个这个这个效率 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 然后更加方便了便民力气这么一个服务 提高我们的审批服务效率 就像您刚刚说的一件事一次办 那么像我们的这个柯先生 您刚刚也说了可以提交电子材料 像他办的这个证 如果他当时只是在我们的网络上通过我们的政府的APP来提交这个电子材料 就能办吗 就是甚至可能一次不跑 对 这个事情我们也是我们努力方向 因为有许多就像在材料 我们还是要拿到他的原券 对 还是因为他必须在企业新增的时候 他有些材料 例如签订的租赁合同 以及那个停车场的这个土地所有权证 这必须要真实有效 然后目前呢 还有一个审验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也在积极地推动这个电子材料的 直制材料 像电子材料这么一个转变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哈 一件事一次办 就是说我们柯先生当初在5月12号提交这个相应的材料 还有相应的申请的时候 就已经来过一次我们的写生审批中心 写生审批局了 但是其实今天柯先生是不必来的 只是说我们特别希望啊 和全国的网友 还有电池前的各位观众 共同的来建筑这个时刻 我们拿到信心念念的这个许可证的这样一个时刻 所以又邀请到柯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到了行政审批局 因为好像是说我们直接通过网络上的APP就可以拿到这个 目前是江西省交通 交通通站在所有的电子征兆 都可以通过网上是进行江西交通的这个电子APP 进行网络进行申请电子征兆 好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九江市的行政审批局 目前来到了九江市政务服务的行政大厅 那我们现在有请张科长带领我们一起去领取这张 微化品的道路运输许可证 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我们九江市政务服务中心 那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就是这位柯先生是在我们九江市的九江石化产业 自助服务专区 还有我们的普惠金融那个专区 那么九江市行政审批局呢是进驻了48家的这个单位 一千九百三十四项的这个事项可以在我们大厅办理 那在我们这个二楼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些那种居民性的这种申请的便利服务类的事项 比如我们人设的呀 医保的 社保的 工地金的 以及我们这边升级的税务大厅 缴期税也是可以在这里办理的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大厅 对对对 那这边那个往三楼区呢 是我们那个项目企业类的服务专区 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服务专区 2023年呢 我们这个九江市是入选了全国的工程建设项目 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改革的全国的试点 从2019年开始呢 我们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实施的是全流程的网上申报 那在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这个水电器的一站式服务呢 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范围 在实施这个水电器的无材料申报的改革以后呢 我们通过在电子证照系统去调取企业的这个营业执照啊 工程规划许可证啊 就实现了企业在在线的免填单率达到了90% 那同时呢 也实现了这种无证照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流程 它属于我们的容缺办的一种吗 它不是容缺办 它是可以就是便捷化的 电子化的一种 便捷化 就是说我们不用专门来 递交 对对对对 我们直接在手机上可以把这个电子的上传 给它调取 不用上传 就直接调取 就可以去申请这个那个水电器包装了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 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服务专区 我们一直是实施这样的一个改革理念 那就是好办的事情呢 随处好办 那难办的事情呢 我们当场能办 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自助机 那在我们自助机上是联通了全市的400多名的这个辅导专员 实施的可以是这种在线的事前的全流程过程的跟踪的定制化的辅导 来辅导我们企业呢 加快这个项目的这个申报 同时呢 我们在去年也是实施了全流程的标准化改革 那实施标准化改革以后呢 我们是对单 实施的是对单申报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免重复提交材料 就是50%的这样一个免重复率的基础上呢 我们把审查要点都给大家一条一条公布出来了 那公布出来以后呢 大家就非常的清晰 实施这种格式化的审批 就没有再多的说这种我们有随机性的给大家了 我们来到这个政务大厅 也感觉这里似乎就是少了从前那种政务大厅的冷冰冰的环境 好像这个整个的环境让我们感觉很舒适 像到家了一样 对对 那到了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柯总可以领证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 来 您好 是这样的 我们是九江中天物流有限公司 刚刚在20分钟前呢 我们是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勘查 勘验 然后我们的张科长也跟我们说 这个勘验的结果是合格 说我们现在就可以领证了 行 是中天物流是吗 稍等我帮您查询一下 特别的激动 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流程 您的这已经治好了 现在在等待盖章 已经在等待盖章了 其实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关注江西交通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去免费领取您的交通道路运输的电子征兆 然后按照相关要求到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备案 开展经营活动 然后这个证件的有效期是四年 到时候在那个到期满之日起提前三十个工作日 带上您的元件到原患证机关去换发新证即可 原患证机关是哪里呢 是我们这儿吗 对 那所以说在这个四年当中 咱们如果随时要来查询到我们的这个许可证的话 直接通过江西交通 对对对 公众号就可以了 您的证已经治好了 好累 您的证已经治好了 请插手 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好有仪式感 好有纪念意义 赶快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心情 真的很激动 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把这个证申请下来 谢谢 谢谢 对于我们整个九江市行政审批局的这样的一个办事效率 还有我们工作人员这个热情的服务态度 有什么评价 必须要点个赞 服务特别热情 特别周到 之前我们就是提交就是我们提交材料的时候 包括我们跑这个证件这一套流程下来 真的特别是感觉特别温暖 没有像以前那种冷冰冰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我们回到了家里一样 就是特别的亲切 我们真真切切地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了企业的实际困难 对不对 关键是速度很快 效率很高 对对对 对吗 对 好嘞 那恭喜您 恭喜您终于拿到信心念念这张许可证了 这非常重要 谢谢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通过柯先生 陪同他一起来到我们的行政服务大厅 来领取他信心念念已久的这张许可证啊 确实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行政审批的效率 对对对 那那个主持人 我现在再大家往前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大厅 那在我们这个左手边的 这边是我们的综合窗口 一共进入了这个26家部门的605项事项 什么叫综合窗口 就是说大家以往排队 就是专事我们到专窗去办 那进入综合窗口以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单独一个窗口叫好 我们就是可以无差别的去受理 去办理我们的事项 而且我感觉哈 现在的窗口跟以前不一样 这样的话它私密性也更强一些 对对对 我们也是一直是立足这个企业群众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理念 不断地提升我们整个大厅的这个舒适度啊 便利度啊 来为大家去考虑到这个办事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不断地来改造提升我们的这个 政务服务大厅和服务水平 对我相信包括刚刚这个柯先生的笑容哈 还有他点赞 实实在在感受到他的体验感是特别好的 对对对对 其实您说的非常这个就是体验感 这个词非常专业 我们也是一直是立足提升这个体验感 那在我们这个右手边呢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专区 它主要是办理这个企业的一些登记啊 然后食品啊药品啊一些剂量类的业务 我们现在看到好像有一家企业正在办理什么证 我们来问问 您好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来是办理什么证的 我是那个江西黄青人那个大压房的那个质量科长 看一下 因为我今天主要是过来办理那个营业执照的一个企业负责人的一个变更的一个业务 办理这个变更 我看您已经拿到了这个营业执照的一个这个证件哈 是不是挺顺利的 哇这么多 这看来还不是办一个证哦 对对对 还是蛮顺利的 因为我本来没打算就是说全部办好 因为我只是办理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负责人的变更 没想到一来工作人员全部帮我已经办好了 反正我听说像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有关于这个医疗类的这些 以前是需要先拿到营业执照 然后再去我们的相关的事件部门来领取这个证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吧 您好 您好 是的 他们今天过来办理两家门店的业务 主要是营业执照医疗器械以及二类备案的一些业务 共设计到六个证件 以前呢我们之前就是就是对这个企业进行网上指导 让他们在企业九江市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上面进行一次申办一次办节 达到了多件事一次办 这也是我们政务服务的一个优化 没错哈 咱们是一共数了吗 多少张证啊 有六个证了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证啊 一次就给你办齐了 就不用再跑了呗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以前现在他们就两分钟都出证了 现在还是比较高效的 因为以前我们在网上申办了之后 要还花几天的时间跑其他的几个部门 那就我们企业这个时间太乐了 我觉得哈就是看我们潘总现在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就是已经证明对我们的政务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对对对 因为现在网上提交了之后 当天可以打证了 是吧 而且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相当的热情 比较那个 所以说 要不要给他们点个赞 要不要给他们点个赞 点个赞 好嘞 好非常感谢您哈 那我们从刚刚这个潘总哈 他的笑容当中 确确实实的能够感受到 我们九江市行政审批局 我们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也能感受到咱们的审批的速度 同时呢 从我们刚刚工作人员的这个服务当中 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温度 同时啊 我们也把政务服务做在前感受到他们的工作态度 那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们九江市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张局您好 你好你好 那我们从刚刚的这一路啊 陪着我们的这个柯总来取他的道路许可证 然后刚刚呢 又看到了这边的一位潘总呢 他也多见识一次办 能够感受到哈 咱们九江市行政审批局真的是在用行动 把我们的这个政务服务做得很好 让大家点赞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近几年我们的这个有具体的一些举措呢 首先感谢主持人的肯定哈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九江审批局啊 近几年来呢 也是确实在聚焦我们企业群众啊 办事的难点 读点问题 那么以提升我们企业群众办事的这个满意度 获得感为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那么因此呢 我们是努力来提高我们行政审批的效率 提升我们政府的水平 而主要呢 是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一呢 就是还是推动我们行政审批的这个提制正向 我们九江市啊 是我们全省呢 这个第一批 这个推进这个相对集中行政序和全 市线两级全覆盖的这样的一个地势之一 那么目前呢 我们市本级啊 以及我们13个 14个县市区 都已经挂牌成立了行政审批局 真正实现了一枚印章管审批 大大的提高了这个行政审批的效率 那么同时呢 我们针对我们化转的审批事项啊 这个我们又实行这个分级分类的审批 那么还加上推行我们龙缺加承诺的这样的一个审批的模式 这样一来呢 多硕并举呢 我们相较于以前化转以前 这个审批的实现呢 压缩了50%以上 另外呢 我们就是一些证照延期这种许可的事项啊 我们现在呢也是针对我们这个申请人呢 我们推送这个三个一的主动办的服务 就是这个提前提前三个月 发送一条手机短信 一次电话提醒 一份办事指南 那目前呢都已经服务企业群众呢 都已经有650多项了 比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道路经营运输许可证呢 有效期是4年 那么4年之后呢 如果你还要继续经营是要来延期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提前三个月主动来告知提醒 除了我们感受到我们审批的效率 也让企业呀 感受到我们服务的温度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政务服务 这个整个便利化改革的一个提挡升级 我们从2021年呢就在推行我们一件事一字办 也就是现在的高效办成一件事 主要是为了企业开办 从这个 从开办到注销 个人呢是从出生到生后 目前呢 我们已经 四线两级呢 已经完成了331项 这个一件事一字办 那么企业内的呢 涉及到302个业务场景 就刚才这位同志办的这个企业变更等等 都是属于我们全生命周期平台的一字办 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件事呢 也有29件 现在我们统计 现在线下呀 办理了已经有70余万件了 有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下一步 我们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虽然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但其实呢 离我们企业群众期盼还是有差距 所以下一步啊 我们九江呢 也将聚焦我们这个打造三个区域中心 建设的一个美好家园呢 我们要继续持续的全力打造 九江办事就是好办的 这样九市好办的政务服务品牌 为我们九江这个高质量发展呢 提供一流的政务服务保障 非常感谢张局 那么我们张局呢 刚刚也是为我们介绍了 九市好办 就是好办的一个 九江特色的政务服务的一个品牌 那其实从今天的直播当中 我们一路跟随大家来办理这些政兆啊 感受得到是我们 九江市行政审批的效率 高效便捷 那我们可以说 我们有一个数字政府的建设 还有我们 政务服务的这种增值化的改变呢 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企业 还有我们的群众 说实在的哈 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服务 可以说我们九江市行政审批局呢 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来服务好了我们的企业 服务好了我们的群众 也赢得了网友的点赞 那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这个 九市好办的政务服务品牌 能够越做越好 能够为高质量建设 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 好的 今天的干问政务服务新观察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直播 再见 好的 谢谢文具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省内各地最新的天气情况 各位钟好 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 昨天天气最主要的表现 就是大风和降温 先来看大风 昨天全省范围的风力都不小 全省共有14个站点 出现了7级大风 南风线还出现了 28.4米每秒的10级大风 与此同时 全省的气温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昨天全省的平均气温为 24.9度和前一天同期相比 下降了将近4度 早晚的时候 人体感觉有些凉意 预计未来两天 雨水停歇 气温适宜 今天下午到晚上 赣州市多云局部午后 会有震雨 全省其他市多云渐晴 明天全省多云渐晴 其中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 会有震雨 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 不超过30度 不过早晚的气温在21度上下 好了 以下是各社区是天气 南昌多云转情 二十到二十八摄氏度 九江晴十八到二十九度 辅州镇雨转多云 十九到二十七度 景德镇多云十九到三十度 鹰潭多云十九到二十八度 上朝多云转情十八到二十八度 宜春多云二十到二十八度 平香多云二十到二十八度 星渝多云十九到二十六度 吉安多云二十三到二十七度 赣州阴二十三到二十九度 以下是部分 先是居天气 稍后您将看到 安置小区低洼地带 雨后积水频发 居民多次反应 未见改观 群众吉南筹判 被指九拖不绝 系列报道 直面问题 周四峰 赶坐善为抓落石播出后 新于雨水区相关部门 立即行动商讨解决方案 风谈事必 腰疼 腿疼 疼 喝红毛药酒 吸引疼痛 颈肩痛 手腕痛 痛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祥身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我们目光而行 传递诚信品质 坚持人民至上 践行服务使命 传递人保力量 始终半年同行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健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健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2024重磅巨险 瑞士名表有限公司 上海中表建筑口贸易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4江西二套瑞士名表展 5月25号到5月31号 在南昌市赶江宾馆 盛大巨星 奥米嘎 浪琴 梅花 浪池 英纳格 三度市 天梭 罗马等十多个瑞士 原装进口品牌名表 联合让利 上千种名表款式 从瑞士以战之达 全部2.55这起 聚会直销 经典 梅花宇宙系列万表 时长价6900元 现实特价2760元 瑞士原装进口 大师系列男士万表 时长价14880元 现实特价4980元 瑞士原装进口 太平洋系列万表 时长价18800元 现实特价6980元 国共时间 5月25号到31号 地址 南昌市赶江宾馆 名呼我为 新联新 网络问证 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经历打造 干问平台 接速集办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 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校 全媒体曝光推动 你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天的劲 及时应群众任 干问平台 24小时 为您守护 欢迎回来 来关注今天的 直面问题 秋四风 赶做扇梅抓漏时系列报道 前段时间 家住新渔市雨水区 沿河街道 品学院的村民 向我们反映说 从2020年入住以来 每逢下大雨 小区多个地段 就会积水 期间 虽然村民们 向相关部门发言过 但所在的街道 也派人处理过 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 5月20日 我们对此事 进行了报道 节目播出之后 新渔市雨水区 相关部门立即行动 商讨解决方案 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5月22号 都市频道记者在 新渔市雨水区 沿河街道品学院看到 相关工作人员 对整个安置小区的管网 进行了一整天的清渔疏通 第二天 也就是5月23号上午 受当地相关部门委托 新渔市规划设计院的 工作人员 在现场进行 雨水污水管网 管道内窥电视检测 系统检测 评估管道的状况 和存在的问题 首先要对我们的 现状地形进行一个测量 管网的信息进行采集 首先要采集 这些检查检的平面位置 高层数据 井体材质 井盖材质 管道材质 对这些信息先进行采集 然后再进行我们的设备 进行一个影像的一个检测 然后把这些数据 体现在这些平面图上面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影像 然后完成我们的前期工作 为设计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与此同时 新渔市雨水区 圆河街道相关部门 也聘请了专业油漆工 对居民家中 因积水腐烂的墙壁 免费进行粉刷修复 并积极做好对接工作 尽早拿出设计方案 解决积水问题 我们街道将做好 这个整个小区的 一些日常运维工作 然后等这个科学认证 一个实施方案以后 由我们跟投控 共同来做好 这个整个项目的一个解决 具体是改造也好 还不管是更换也好 但具体情况来定 同时呢 我们最后还是会配合 属地这一块 对这个做好相关的工作 看到相关职能部门 积极行动起来 并商讨可行性解决方案 村民们表示 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昨天我也看到了 昨天我也看到了 把这个广告 全部私通了一下 还有我们家的这个墙壁 那个金水的地方 今天也在补了 我那个心情 比较高兴了 可能那个有了希望 可能也要崩溢金水 我希望你们能 帮助我们觉得这个问题 那个夏大营 就不会那个金水 希望我们做得了个安心 看到相关部门的 积极行动起来 确实啊 就如村民所说那样 终于是看到了希望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问 相关部门早有协议 明确了安置小区 基础设施维修养护的责任 为何安置小区 积水问题 从2020年 村民入住以来 近四年的时间 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呢 到底是哪个环节 出现了问题呢 记者了解到 品学院安置小区 一至七栋 村民基本是在 2020年底入住的 2021年初 就有村民反映过 大雨天小区 低万路短 容易积水的问题 新渝市雨水区 原河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介绍 2022年的时候 他们也配合 全市两江黑臭水体 治理工程 对小区管网 进行了加装改造 提升了小区管网的 整体排水量 大部分区域 已经告别了积水问题 但六栋和七栋的问题 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这个地方 地势确实比较低 由东向西 由北向南的水 都汇聚到这里 然后一时间排水 也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 李伯介绍 期间 街道相关部门 也采取过一些措施 来应对这个状况 但效果都不太明显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 暴雨极端天气较多 导致积水问题 引发的群众不满 进一步凸显 我们街道和管理处 在技术力量这方面 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然后要凭请专业的一些技术人员 包括原来的一些图纸上的对接 这方面进展了慢了一点 包括管理处也想 等着其他的一些时间 来看一下这个 雨水的到底情况 解决群众的这个诉求不够快 记者注意到 今年4月17号 都市频道干问平台 也曾转办过此事 新渔市雨水区 原河街道办事处 在4月18号 进行了回复称 提出了解决方案 可为何在5月份 记者调查采访时 积水问题不仅没有有效解决 还出现了工作人员 推卸责任的情况呢 我们个别单位 个别干部的服务意识 为民侵犯不够 让该问题 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我们的街道和管理处的干部 还是有一种老的思想 我们街道对街道的干部 和管理处的干部 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目前品学域安置小区 官网检测评估工作 仍在进行当中 评估工作结束后 相关部门将第一时间 拿出管网升级改造的可行性方案 并进行施工 解决村民的烦心事 下一步 我们将 一是 进一步加强 干部的管理 提升干部的服务水平 二是 进一步压实 工作责任 强化 工作调度 及时 有效 有效 解决 行动 诉求 同时 现在我们 以水区 已经 设立了 七党热线 及时 解决 行动 既然 逃判问题 不让问题 久拖不绝 都市频道记者 张立忠 新语报道 继续来看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前两天 来自浙江月清的一位杜女士 拨打新闻热线 07918831 6800 向我们反映 5月21日 她在江西出差结束后 在南昌西战 后制大厅 买了一盒周黑鸭的 鲁鸦锁骨 当回到浙江月清老家时 在和家人一块晚饭时 打开鲁鸦锁骨一瞧 锁骨上居然有成堆的蛆虫 非常的恶心 杜女士说了 她这次出差 对家人的一片爱心 变成了惊吓 这让她十分难堪 都市现场记者 从杜女士提供的 付款记录上看到 这盒周黑鸭鲁鸦锁 价格为145.8元 购买地址为 周黑鸭南昌西战店 同时杜女士还向记者 提供了一张鲁鸭锁骨的照片 她说锁骨上蠕动的 白色小虫子就是蛆 杜女士说 当她看到 鲁鸭锁骨里蛆虫扎堆 头皮一阵发麻 一家人饭也没吃成 这让她感到非常气愤 在江西出差 好端端地给家人带回来 一盒周黑鸭鲁鸭锁骨 怎么会有蛆呢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影响非常大 太恶心人了 里面一打开这么多区 你说你说那个 西站嘛对吧 客流量这么大 这里每天人来人往的这么多 你这个食品上面 有这些东西 你说多恶心的事 抹黑南昌形象的 事发后 杜女士第一时间 联系了周黑鸭总部客服 向对方反映此事 杜女士认为 根据食品安全法 第184条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或者经营明知是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 要求支付价款10倍 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 我说你这边给我 就是按那个食品安全法 给我一赔10 我说我现在不是要别的 看到这些东西就恶心 造成的损失都不算 我说你把我那个 我付款是145块8毛钱 我说你把我那一单给我退掉 然后给我按我付款的金额 赔10倍 针对杜女士提出的赔偿要求 周黑鸭总部客服坚持声称 他们的产品质量没问题 我们的产品确实它是 经炉煮包装 然后冷静运输之后 这边它是进入到低温这个冷却的情况下 苍蝇是没有办法在上面定义产卵的 这个油怎么解释 因为这个确实是不排除有外在的因素 周黑鸭总部客服表示 不排除外在因素 是指杜女士在拆开卤压锁骨的密封盒后 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冷藏 或者把食物放在了温度较高的地方 也可能会导致苍蝇进入产卵 孵出蛆虫 对此说法杜女士不认可 我打开第一时间就这样子的 如果我拆开了之后割职了 那是我给你打开了 我刚打开就出现这个情况 杜女士认为 产品里有蛆就是周黑鸭对产品质量把关不严导致的 而周黑鸭总部客服表示 鲁鸭锁骨在生产打包 冷链运输等环节 把关非常严格 压根不可能出现蛆虫 那么这盒出现了蛆虫的鲁鸭锁骨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随后记者来到周黑鸭南昌西站店实地了解情况 我跟你说你看 我们这个都是好严格的 我们提前一天都不能卖的 比如说它是到29号对不对 我们27号28号就不能卖 那你们这个运输过程是怎么运输的呢 运输是那个全神冷却的 那个车子用不来的 然后到了店里就立马进入贵的 不存冷却的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杜女士是在5月21号下午4点 买的这盒鲁鸭锁骨 保质期为5月20号到5月27号 而周黑鸭南昌西站店 对所有食品都是专柜冷藏 确保质量安全 它可能是打开吃了 像这么热的天 你打开吃了 然后你又放到外面 没吃完 说会怪不得了 我们我们三个都是 每个对单子的 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她只是周黑鸭南昌西站店的一名工作人员 针对杜女士反映 鸭锁骨有趋的赔偿事宜 她无权处理 她建议杜女士向周黑鸭总部 进一步反映赔偿问题 现在杜女士和周黑鸭双方 正对赔偿问题做进一步协商 对于此事的最新进展 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男孩不慎掉入海里 热心人奋不顾身跳海救人 我国首例搁浅短支领航精 获成功救治 在海南三亚放生 方寒师壁 腰疼 腿疼 疼 喝红毛药酒 吸引疼痛 颈肩痛 手腕痛 痛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降生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2024重磅巨显 瑞士民调有限公司 商场中条建筑口贸易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4江西二套瑞士民调展 5月25号到5月31号 在南昌市干江宾馆盛大巨型 奥米嘎 浪琴 梅花 浪池 英纳格 三度市 天梭 罗马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 联合让利 上千种名表款式 从瑞士以战之达 宣布2.55这起 聚会直销 经典梅花宇宙系列万表 时长价6900元 现实特价276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大师系列男士万表 时长价14880元 现实特价498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太平洋系列万表 时长价18800元 现实特价6980元 活动时间5月25号到31号 历史南昌市干江宾馆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驱腾痛 舒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赌辣赌辣赌辣 赌辣 这茶壶赌辣不要紧 像你三高 血年潮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的血巴未骗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毒 用轻血巴未骗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巴未骗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准轻血巴未骗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轻血巴未骗 欢迎回来 接着往下说 这两天呢 一名二十二岁的小伙 通过练武术瘦身 上了热搜了 这名小伙的名叫做 李古奇 家住湖北武汉市江夏区 接下来呢 咱们一块跟随镜头 去看看这名小伙 都是如何锻炼的 最终的时候是去年八月份 八月底的时候 四百五十斤 后来两个半月就减了七十斤 到了三百八 李古奇是一名武术爱好者 他从八岁开始习武 由于练武消耗能量大 他平时的饭量也是常人的两倍 停止习武后 李古奇的体重一路飙升 最终一度达到四百五十斤 饭量很大 然后因为在午校的时候 有严格的管控 然后放假了之后 在家里就 知恐能力太差了 然后吃得多 然后在家里也没有锻炼 平时基本上 天气不热的时候 我一天练两次 然后上午练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下午练一个小时 主要是控制饮食加上运动 然后再加上睡眠 三个加在一起 瘦得很快 这期间李古奇 把他日常习武的视频 发布到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大体重配合矫健的身手 这样的反差 一下子让他火了起来 我今年的目标是 减一百斤体重 因为我现在三百八 减一百斤就是二百八 然后我希望通过抖音的方式 来鼓励大家 让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传进正能量 前两天的浙江宁波凤化的 一座码头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名十几岁的男孩 不慎掉入海里 危急时刻 下班路过的热心市民 周雨挺胜而出 立刻跳进正在涨潮的海水当中 将小孩成功地救上岸 这还好了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没什么到 应该没什么问题 刚才那个新鲜身的时候 现在已经醒了 有意思 有意思感 我从这里扶过去 扶过去 它一下子那个头沉下去 一下子人又扶上来了 我就一只手管住 它的这个甲孔在里面 我就把它慢慢扶过来 扶过来的时候 那个潮水 我本来第一次扶到这里来的 那个潮水一下子又弄过来 又把我拧了 又打过去 所以这里面搞了一下 搞了好久 它搞到那个岸边来进去 那个实体来进去 才有个男的下去 跟我一起把它扶上来 把人救上岸后 周宇立刻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 等到急救人员赶来 一起把孩子抬上救护车 然后默默离开 第二天 周宇像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 也没有和同事提起昨晚的事 直到民警找到他工作的企业 他救人的事迹才被人知晓 据了解 周宇来自贵州 在附近的建筑工地上班 早些年做过船员 有多年的海上工作经验 我从来没想过什么回报 什么流民 当时我就跑到人的时候 我就是想把那个人救上来 他姑姑也坐在这里 他说才十几岁一个小孩子吧 我就心想赶紧把他救上来 你能给他挽救一个家庭 对不对 我相信谁碰到谁也会这样做的 警方提醒随着夏季来临 也到了溺水事件的高发期 希望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 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 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最近我国首例被成功救治的短只领航精海棠 在海南三亚放归大海 这场野生海洋动物救援共历时140多天 有500多人参与 短只领航精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今年1月3号 一头短只领航精因为受伤搁浅在三亚海棠湾沙滩 经海南多家单位和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紧急救援 它被转送至三亚海昌梦幻博业城救治 并取名海棠 海棠是一头雄性短只领航精身长3.7米 重约500多公斤 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救治和护理 它的身体状况逐渐康复 经过多次的检测 海棠目前已经适合防徽海洋标准 它的生命体征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科学的要求 短只领航精野外放归上述国内首次 无经验可询 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 本次放生选择在三亚外海500米深的海域 也是短只领航精种群活动的区域 便与海棠找到它的种群 鲸豚既是海洋环境健康的指示物种 也是开展海洋保护工作的旗舰物种 犯规后 科研人员和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 也将持续关注海棠的生息情况 接下来是健康提醒时间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当中 注意的健康小常识 清血小课堂是由清血专利 要清血八味片万民播出 清血八味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大家好 我是沙志 血液垃圾 这个词我们观众朋友们肯定就不陌生了 基本上节目里我们都在提 那大家记得吗 什么是血液垃圾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理解 就是血液当中的脏东西太多了 但是从专业的这个医学角度来说呢 血液垃圾主要就是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等脂质如此太多 无法及时的代谢出体外 日积月累就会损伤我们的血管 正常的血管内比它是光滑的 血液通过时呢自然顺畅 当血液当中的脂类 特别是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增高的时候 这些多余的脂类物质 有可能在血管壁上堆积 血管呢就像河流一样 一旦中间有堆积物阻碍流通 就会使得堆积物越积越大 此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胞啊 以及钙啊等参与堆积 那这就形成了动脉斑块 那这些物质呢在血管壁上堆积聚集越来越多 斑块呢也会逐渐增大 导致血管变窄甚至堵塞 啊累积到哪些器官的血管 哪个器官就会发生缺血 从而损害器官并引起功能障碍 听完我刚才这段话 大家呢有没有总结出核心点呢 原来血液垃圾啊 主要来自高血脂 预防高血脂 预防血液垃圾 首先呢就是改善生活方式 低盐低脂饮食 加强体育锻炼 借除烟酒都可以减少高血脂发生的可能 再是进食一些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 比如说新鲜的蔬菜 水果以及豆类粗粮等等 那这些呢都可以增加饱腹感 还可以减少对动物性脂肪的油脂的摄入 同时呢还可以呢多进食一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 比如说深海的鱼类 如三文鱼 沙丁鱼 青枪鱼等等 海水的鱼类呢减少带鱼或者是鱿鱼 以及鳝鱼等无鳞类的这个鱼类的摄入 这些鱼类啊 胆固醇的含量通常是比较高的 也可以进食一些具有降脂作用的食物 而限制饱和脂肪酸食物的摄入 以及一些人造的奶油啊奶酪啊奶油蛋糕啊 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 包括碳水化合物 尽量的选择粗粮 燕麦等等食物 减少精致的米面的摄入 特别是要减少一些含糖的饮料的摄入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有血液垃圾最重要的就是清理它 在蒙医经典甘露四部当中 有一位方记 骚血普清散 被历代一家称之为 心脑血管疾病之肾药 其主要的治疗思路 就是利用多种凉血清热的药物 共同配武达到以气血双条 活血通弱 解毒之功 可畅通心脑血管 排泄代泄 肺武毒素等 从而恢复血液循环系统再平衡 血液清车了 您就可以远离心梗脑梗 这些可怕的疾病 说到清血 您就可以积极地服用 像猛奇清血八卫片 这一类的清血药物 它的前身就是骚血普清散 它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杂志 纠正血液粘稠 改善血质 好了 今天我们的清血小课堂 就说到这儿 再次感谢猛奇清血八卫片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 血液粘血稠有三高 怕心梗脑梗中风 偏瘫的朋友 请记住 锁定我们的清血小课堂 此来关注资讯快吧 6月1号至6月25号 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开展 2024年度人口固定样本跟坊 第一次调查 本资调查涉及江西省样本 2500余户 6000余人 日前2024中国最美县域榜单发布 其中我省瑞金市 井冈山市 武宁县 靖安县上榜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了解到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 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一次出舱活动 目前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 状态良好 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水利部发布殉情通报 今天起至6月1号 我国西北东南部 西南大部 江淮 江南 华北及湖北等地 预计将有一次移动性强降雨过程 受降雨影响珠江 长江等流域的一些河流 将出现涨水过程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超景以上洪水 交通运输部今天消息 10年来我国农村公路取得历史性成就 截至2023年底 农村公路总理程 从2014年底的388.16万公里 增长到460万公里 增长18.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最新通报显示 今年4月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9755起 批评教育和处理13656人 包括一名省部级干部 73名地厅级干部 基于党纪政务处分8916人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跟着文物看古今特别节目 今天来看扬州八怪之一 闽真化的八字西系图 方谈势必 腰疼 腿疼 疼 喝红毛药酒 吸引疼痛 颈肩痛 手腕痛 痛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祥身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太康拜博 关注口香种植30亿年 让普通的种牙变得更舒适 让复杂的种牙变得更轻松 微畅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 让种植牙更便捷 快乐看牙 孩子的口腔健康 拜博与您共同守护 牙齿矫正 让每颗牙齿 找到它更美的位置 牙齿要种好 还是选拜博 江西二套联合拜博口腔 推出大型公益种牙活动 只要您有牙缺失 牙松动 就可领取3000元种牙补贴 马上拨打0791-8770-3668 牙齿要种好 还是选拜博 2024重磅巨线 大型瑞士名表 职贡战略合作项目 落地南昌 瑞士名表有限公司 上海中表建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4江西二套瑞士名表展 5月25号到5月31号 在南昌市赶江宾馆 盛大巨型 Omega 浪琴 梅花 浪池 英纳格 三度市 天梭 罗马等十多个瑞士 原装进口品牌名表 联合战略 上千种名表款式 从瑞士以战之达 全部2.55这起 本届江西二套瑞士名表展 就是由我们江西二套 联合瑞士手表有限公司 和上海中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承办的 展会上的手表 都是从瑞士原装进口 这都有瑞士原产地证明 检测证明 进口报关单等 齐全的进口手续 真正的瑞士生产 瑞士组装 瑞士校队 正品行货 品质保真 全国联保 支持本地售后服务 展会全程 还有我们江西二套 全程品质监督把关 真正的让消费者购买 有保障 放心购 更省钱 经典梅花于周四的万表 时长价6900元 现实特价276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大师系列 男士万表 时长价14880元 现实特价498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太平洋系列万表 时长价18800元 现实特价6980元 18K金 非凡真品系列大金表 时长价32400元 现实特价10800元 24K金香钻世纪龙腾大金表 市场价38800元 现实特价15800元 活动时间5月25号到31号 历史南昌市干江宾馆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好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薄翠中药 降薪传承 四百多年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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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 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巴胃片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轻血巴胃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巴胃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真轻血巴胃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轻血巴胃片 晚上失眠睡不着 晚上失眠睡不好 喝气血锅本口不应 三晚起下至失眠 睡得安稳 精神好 睡不着 睡不好 失眠和气血 故本口服业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家有收藏 跟着文物看古今特别节目 众山皆想 对话杨州八怪研究展 正在南昌巴纳山人纪念馆举行 昨天看到黄胜的中进士图 我们看到古人笔下的中奎 也可以这样可爱 继续黄胜之之后 又涌现出了一位专攻人物画的画家 我们一块去欣赏一下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敏珍是我们江西南昌人 是八怪当中为一个我们南昌的画家 他的这个人物画呢 这张是比较精彩的 因为当时我们也说了 人物画是卖的最贵的 所以卖这种人物题材的一方面 就是考虑市场的这个接受 另外一方面呢 他画这个八子西系图 也是符合我们传统观念当中 多子多福这么一个这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他画的八个小朋友团在一块 就是远处看这张画感觉它就是一个团 要是你仔细看啊 每个小朋友的表情 他的眼神 他的衣文都非常的清楚 有的手上提了一个莲花灯 有的手上呢 拿了个小玩意儿想给人家看一下 就是每个小朋友脸上那种很同质的那种表情 都画得非常的好 因为要画成团形 所以这孩童的身姿表情动作就要准确 这个每个人的形象 他只能通过衣文和墨色的变化来展现 你看他有些的人物呢 线条会这个用的深一点 像我们这个右边这个 还有上面的几个小朋友 但是中间有两个他是色色的 用些这个褶石把他的衣文涂了颜色 好区分 还有呢这边的 感觉他的墨呢就比较的水头大 已经胀开了 但是不影响我们看他整个形象的一个立体度 所以他把小朋友的那种天真的神情捕捉了下来 而且有很好的人物线描的造型能力 所以当他把这些形象都聚在一块的时候 这张画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祥瑞的这么一个 也装饰性很强的作品 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挂张这样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一头 其实如果从画面来讲 他所有的片段都在下面 对 上面是大部分的这个留白 他这样的话会把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下方了 对 其实这个做法八大也经常用 就这样的画面集中在这个某个中心 然后其他部分都是留白 这个反而让你更专注在他那个画面上 这个其实是画家想要引导你的视线 走向他要表现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技法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虚实 他的小朋友就很满了 如果上面再画点别的装饰的话 太画舌天足 倒不如这样整个放开来 它就很像一个戏剧的画面 就定格在这个画面当中给了一个镜头 然后其他的这个空白部分非常合 非常想象 对 而敏珍当时已经在南昌看到过八大山人的画作 所以她是带着自己融合创新后的画迹来到了扬州 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风格之路 一方面呢 以八大为中心的当时有个东湖书画会 他们都是以这个山水花鸟风格作为主要的代表性的这个面貌 敏珍呢这种可能在当时江西来说呢 也算不上特别好的 当时的主流还是以这个八大风格为主导的 这么一种这个时代的面貌 所以后辈想要接力的时候 也知道我们江西这个高山高峰已经到顶了 这个只能另辟袭净 所以离开江西去其他地方谋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省内各地最新的天气情况 南昌今天多云转晴20到28度 明天多云23到30度 后天阴23到30度 九江今天晴18到29度 明天晴转阵雨22到30度 后天雷震雨转中雨20到27度 宜春今天多云20到28度 明天多云22到29度 后天多云转雷震雨22到30度 平湘今天多云20到28度 明天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 后天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 新雨今天多云19到26度 明天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 后天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 后天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 上早今天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 明天多云19到29度 后天多云21到32度 吉安今天多云20到27度 明天多云22到30度 后天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 干州今天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 南昌今天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 明天多云23到30度 后天阴23到30度 接着往下说 最近榴莲自由这个词很火 随着原本高高在上的价格一再再降 越来越多的网友痴迷于开各种榴莲盲盒 不过营养科医生有情提醒 榴莲虽然美味 这些人群也需要忌口 堪称水果界顶流的榴莲 价格变得亲民起来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青睐这种外来水果 也有一定的道理 榴莲作为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水果 很多爱好者执着于整个榴莲买回家 盼着榴莲盲盒能够开出越多的果肉越好 可以一饱口福连着炫 网上更流传着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 这事靠谱吗 榴莲当中它含有蛋白质含量并不高 可能也就是百分之二点几 而这个含量是远远低于我们同等分量的鸡肉的 什么一个榴莲三个鸡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网红的谣传 从一样教制来说 我觉得肯定是不如我们高蛋白质的 鱼 奶 肉 蛋这一类的东西 最近浙江宁波还有一对母女因为连着吃了一周的榴莲 身体不适被送进医院 营养科医生有情提醒 榴莲一天最多吃一半 过量食用会导致负胀等消化不良症状 此外 还有些人群最好远离它 儿童 老人 孕妇也要适量食用榴莲 尤其不要在餐前餐后进食 还是那句老话 凡事不能过度 否则过油不及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每到夏天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防纹产品 市面上的防纹产品是层出不穷 用法各不相同 还分国产和进口 是年年推陈出新 还是换汤不换药 一块来关注一下 记者走访发现 市面上的去纹产品 有喷的 涂的 带的 贴的 看起来五花八门 但是有效趋纹成分不外乎这四种 碧纹岸 抢派纸 趋纹纸 柠檬鞍油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化学趋纹产品都不适合两个月以下的婴儿使用 因此许多幼娃家庭首选物理灭纹 除了常见的蚊帐 防蚊罩 近年来上架新推出的灭纹灯 也成为了热销商品 那种趋纹灯就是类似像这种 它会发出一些蓝光 蓝光在这里发出光来 然后把蚊子吸引过来 然后蚊子再被吹到这里面去 它就起到一种灭纹的效果 当然没有哪一种防蚊方式是可以一朝见效的 往往需要物理加化学双管齐下 才能够既安全又有效的防蚊 户外的话我一般是做两手准备 我就会首先穿一套防蚊服 然后再加上杀虫剂 就是在我在的区域周围就像划一个圈 出入的时候尽量的开门 关门要快一点 我会在门框上喷一圈杀虫剂 不让蚊子那么容易飞进来 稍后您将看到 行道术太茂盛 遮挡住了路灯 您的烦心事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间版 我在妈妈肚子里迷路了 妈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优薄剖背书 精准营养 四维一体 自护提升 剖工产专业奶粉 就选优薄剖背书 腰疼腿疼 行动不便 疼喝红毛药酒 颈肩痛 手腕痛 虚身不利 痛喝红毛药酒 肾虚腰酸 尿品起液 气虚血亏 虚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传承二百八十余年 精选六十七味中药 调皮肾 不浸血 痛经络 强筋骨 趋风寒 止疼痛 按疗程坚持服用 治病又强身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 晚上失眠睡不着 晚上失眠睡不好 喝气血沽本口服夜 三晚起下致失眠 睡得安稳精神好 睡不着 睡不好 失眠喝气血沽本口服夜 每个你 像平凡星光 却明亮生辉 闪耀着奋斗的颜色 每个我 步履不停 饰洒的汗水 是坚定向前的证明 每一刻幸福着 大道同行 你我并肩 在城市里 矿性能量 与青山绿水相拥 与幸福美好相伴 幸福将细 奋斗向前 2024 润田翠幸福将细行 万人见步走 用奋斗 创造奇迹 青春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真心好活力 就喝润田翠 润田翠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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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拉 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青血巴胃片呀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 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青血巴胃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青血巴胃片 传承 二百七十余年 青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真 青血巴胃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青血巴胃片 欢迎回来 每到春夏秋 采茶的时间 茶农 都会因为人手不够 导致一些鲜嫩茶叶 没有及时采摘而浪费掉 甘州重一县 为了解决这个采茶难的问题 举办了机械浸茶员培训 推广机采茶 加快茶产业现代化进程 助推茶农增收 茶农们看后 现场操作其采茶机 亲自体验茶叶基采的流程 随后技术人员认真讲解了 茶叶修剪机的特点 及安全操作方法 让茶农对高效机械的性能和效率 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刚刚体验了一下 这些机械设备 很方便 很省力 非常适应 平时茶员管理 需要比较多的人工帮忙 成本也比较高 如果适应机械设备的话 我们可以减少人工量 降低成本投入 成而提高我们的收入 这次培训有效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紧张的矛盾 提高了生产效率 促进了茶叶产业发展和茶农增收 希望在今后的茶园管理中 我们的茶企 茶笼 能够更多的 使用到一些相对成熟的小型茶叶机械 享受到茶叶机械带来的实惠便利 成而降低我们茶叶生产的成本 达到茶叶管理的标准化 规模化 机械化的目的 从一台中重盟 邱惠敏 吴亚南报道 为确保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 日前景德镇市浮量县农业部门技术人员 针对当前气候特点和早稻生长的情况 采取了阴田管理 分类指导等方式 进入田间地头 指导重量大户和农民 做好早稻田间管理工作 为夺取早稻丰收 打下坚实基础 五月的田野处处充满生机 前两天记者在福良县俄湖镇 俄湖村罗斯敦千亩大贩的农田里看到 早稻涨的郁郁葱葱 生机盎然 在稻田里 大家抓住情好天气 一边利用植保无人机 在田间开展病虫害防控 统防统治工作 一边忙碌着进行施肥管理工作 确保水稻良好涨势 从我们这一棵核苗上面 这个叶子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是吧 都是阿华敏维亥 这个我们防治 首先我们要尽可能用 这个有机农药 可以用这个苏云金杆菌 喷一次 这个过十来天 我们再喷一次 也可以选用这个高效低毒的农药 进行防控 据了解 今年辅良县 共种植早稻2.7万亩 目前早稻已进入 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 该县农业部门技术人员 也纷纷深入田间地头 给农民把脉问诊 性质保障技术人员 到我早稻田 直到我开展2万米防控 我要了生物农药 进行非防 统防统治 达到了阶段性效果 福良台 左灯梁 红三清 黄湘国报道 这段处判 我们一半来看看 还有哪些观众反应的问题 需要解决 进入今天的干问热线曝光台 南昌青云谱区的李先生反映 金山北路靠近建设路口的位置 两旁行道树长得很茂盛 树枝挡住了路灯 希望相关部门进行修剪 上饶鄱阳县黄港镇 湾头村的徐先生反映 前两年修高铁 施工车辆把从湾头村 到北里村的路给压烂了 大概有一公里长 坑坑洼洼非常难走 希望尽快维修 方便出行 上饶广风区的张女士反映 当地钻石广场 是一栋17层的房子 两部电梯都坏了 停运有四五天了 物业说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修好 大家出行很不方便 希望尽快把电梯修好 南昌青云谱区的张女士反映 井冈山大道的肉连厂宿舍 之前改造的时候 把一楼的违章搭建都给拆了 现在一楼的居民又在违章搭建 希望能管一管 此前南昌高新区的湖女士反映 紫阳大道3088号 太豪科技广场 东门门口的小路上 道路两边每天都停满了电动车 堵塞道路影响出行 节目播出后 爱西湖管理处工作人员答复 他们已经联系太豪科技广场物业 物业会安排安保人员 对乱停乱放进行规劝 城管部门也会加强监管 此前景德镇福良县的汪先生反映 红月山小区一栋和二栋之间 有两家烧烤店 下午把桌子摆在路边的停车位上 经常营业到凌晨两三点 不仅油烟大 而且半夜顾客喝酒喧哗的声音 让附近居民无法休息好 节目播出后 福良县城管局工作人员答复 执法人员已对商家进行劝导 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要求限期整改 并会加强夜间巡查 加强监管 北京时间的12点58分 这里是正在问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的五间版 我们来看一看 观众反应的问题 还有哪一些 通过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 打进我们的演播室当中 您好 这位朋友 您好 请说 我是反应问题 也就是我在洪谷凯旋的这个店面上 洪谷凯旋后面 南章是洪谷凯旋对吗 洪谷滩区洪谷凯旋 对对对对 就是凤河中大道上面 嗯 那个这边的一个围档 他是说要建什么广场 还是什么东西 我一直围在这边 知道吧 好的 这影响我们店面生意 知道吧 就是洪谷凯旋的一个沿街道路 不是洪谷凯旋的后面 这等于是 好 也就是沿街道路的店面门前 设置了为档 已经几个月时间了 对对对 影响我们店面生意嘛 对不对 具体的是在进行什么施工 知道吗 他就一直停在这里 说是说 那个施工时间 写了五月份到六月份嘛 现在还在进行施工吗 已经施工完了 好 确实 如果是施工完的话 尽快地拆除为档 对对对 给周边的一些居民 还有店主 行个方便 好吧 我们会及时地了解到 相关的信息 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 感谢您的来电 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 各位观众的守候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